OK Good morning 好 今天我們要進入十一堂課 各位有說上一堂 第十堂的上半段 現在很多問題 我現在正在下載 待會看看 可能是 我不知道檔案有沒有完整 一點多區嘛 剛剛線上播是播不出來 不過你有下載這個雲碗加嗎 有嗎 那有下載的 然後是不能播 OK 待會我們確認一下 因為第二個檔案我可以照理一下 第一個檔案應該是沒問題 好 那所以非常感謝Yahoo 這個他同時也是這個達人 你可以上網看一下 順便幫他打個公告 好 那因為Yahoo這個不斷的幫我們分享 其實我上次就有講 六個月份就要到新竹去演講 三名國中兩百位老師跟學生 新竹有三名國中 這就是一般人所謂莫名其妙來的演講 但事實上我們就是去散播自根的種子 因為曾經有學生莫過 Yahoo老師 這個你從小就位了嗎 你怎麼這麼幸運 怎麼這麼幸福從小就位 我說不是 這是後來才學會的 所以各位很早知道這個資訊 學習到這個技巧 其實非常非常棒的 好 那我們先來把前面這個字根管理一下 好 第一個叫Sisi Sisi Sisi 是讚也是做 是做也是讚 我開個東西 是讚也是做 是做也是讚 所以後來我們在詞源學裡面 叫做反義同源 相反的意思 但他們卻有同的來源 反義同源 我看一下資料 反義同源 各位會不會想到幾個那個字根呢 譬如說我們講過教跟學 有沒有想到嗎 教跟學 教叫做Teach 學叫做Study 他們兩個其實來自於同一個字根 叫做TUT TUT Tutor Tutor 後來這個TUT變成什麼 家庭教師Tutor 後來這個TUT變成什麼 學費Tudition 都是一樣的嘛 所以TUTTUTG 這也是一個反義同源 另外一個也很常看到的反義同源 叫做MERG 來自於叫MERGE MERGE 大公司把小公司併購 然後MERGE 我的聯想非常簡單 是台語 MERGE 所以小公司被大公司給吃掉了 那不就是MERGE嗎? MERGE 英文叫什麼? 叫MERGE 就這樣 還好簡單喔 這裡是MERGE 很簡單的聯想 但是這個是MERGE 各位覺得MERGE是符還是塵? 符是往上 塵是往下 MERGE 是符還是塵的概念 所以我們說什麼 大海撈針 這個是很誇張的比喻 每次丟下去之後會不會找不到 大海撈針 我真的看過這種事 在墾丁 我跟我老婆去玩那個大腳鴨 有玩過嗎? 大腳鴨就是前面是水上摩托車 然後後面拉著一個像腳鴨的東西 然後你人要抓在那個上面 澎湖也有這種東西 然後結果呢 我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對你知道嗎? 我的車鑰匙放在口袋 你玩水上活動 車鑰匙放口袋 然後呢 水化落地 派燒火 大海撈針 後來一起來 我鑰匙 好 你就這樣放口袋 你要放一個有拉鍊的口袋 對 有那種拉鍊拉起來 結果放 我不知道那個 那時候在想什麼事 反正就是肯太嗨了 肯丁那個 我在肯丁天氣勤戰 結果真的鑰匙就丟了 所以一直很尷尬的經驗 最後怎麼辦 鑰匙弄掉了怎麼辦? 找鎖匙 找鎖匙 好 抱歉 所以肯丁鎮沒有幾位所見 我們就問那個 我們跟他放雨水上活動那個老闆娘 他搬年 怎麼辦? 我們的車鑰匙在海底了 然後問教練 教練說 喔 這是沒辦法 沒辦法 那時候是掉到海底 讓巷子還去哪裡 結果呢 我們就要把老闆娘幫忙找鎖匙 那就幫忙找鎖匙 等了兩個多小時才來 那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鎖匙去喝酒了 鎖匙來的時候還滿身酒精 你們家是安裝的 很可愛的地方 然後在這邊弄一個多小時 好 然後終於關開了 關開了這樣 所以那個很瞎的經驗 來這裡是Merge 花了不少錢 然後花了好幾個小時在那邊等 所以東西掉了就找不到了 這裡是Merge 請問這一次的經驗我這輩子會忘掉嗎 保證忘不掉 所以這個經驗永遠記憶在我的右腦裡面 那當我拿這個經驗來做很多單字聯想的時候 保證也怎樣也忘不掉 因為我已經從已知的東西去聯想到我未知的東西 或者另外一個角度叫做把未知的東西變成部分已知的東西 這時候你的大腦就會自動把它融在一起 所以為什麼古人叫融會貫通 新的跟舊的 那個 溫固兒之心可以為師儀 就是那個Johnny說的嘛 Johnny知道誰嗎 孔子 孔子嘛 孔仲宁也會知道嗎 Johnny Johnny 誰意思 溫固和知心可以為師儀 舊的不行不行 新的學一下 可以張老師了 所以張老師沒什麼的不行 就是堅持溫固知心 那我們如果在merge前面加一個e 來請一下emmerge emmerge 突然跑出來的東西 欸 全風 剛才是成 現在變什麼 變符咧 同一個字根 所以它是符也是成 All right 為什麼同一個字根可以是符也是成呢 反義同源 就跟人生一樣嘛 人生的境遇怎樣 起起伏伏伏伏伏伏伸 葉先生說 有時替安葬 有時留 臨心頭皮是害羞的薄龍 有沒有 所以就是這個意思嘛 所以merge me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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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很簡單了 所以要來醫院的急診室 遇行一下emergency 所以ER emergency room 這也是一個反義同源的概念 所以其實蠻多的啦 那我們今天要學到這個站著跟坐著 坐著跟站著 來 雅虎考一下 站著跟坐著為什麼是同一個字根呢 因為有人說不對啊 他們兩名就相反 你看學跟教 教跟學 我們就說教學相長 那符跟成 成跟符 我們說人生符符成成嘛 你會發現中文有這種碟字跟這種反義放在一起 所以站跟坐著跟站 會不會是那個SI的部分 S沒有問題 然後A跟I是理應代換 嗯 好你講的是代換 那我講的是說那個聯想 我們怎麼去想到那個聯想 比如說教學相長 哦 教跟學 長言之根 比如說載符載成 人生嗨嗨 陳曉玲說的嘛 人公這人生嗨嗨嗨嗨嗨 好 這又是一個用的 那那個反義 站跟坐 今天你有想到嗎 站跟坐 坐立難安 欸 坐立難安 這件事情搞得我坐立難安 我站子也不對 我坐子也不對 我坐子也不對 我站子也不對 好 那像這種聯想非常重要 就是一旦你找到一個切入點 欸 你切就變得很簡單 那像Dogan 我一直記得你前面講的一個那個 F 空格 C 坐 對吧 這一次我問了你一次 Science Fiction 科幻小說 你講了兩個字叫做夢 這個聯想我現在每次都用 因為我發現很大白話 欸 做夢啊 對啊 科幻小說就是做夢嘛 就那麼簡單 好 那我看一下檔案 所以很多的聯想其實都在 只是你沒有去拿出來用 OK 那我們先看這邊 因為它現在同步 在下載當中 對 速度會慢一些些 好 那我們看第一個字 以前叫resist re嘛 一而再再而三 好 來 下面一個Sonic Sonic Sonic 跟聲音有關 各位看就知道 sound s-o-u-n-d 跟sound有關係 那sound跟noise有什麼差別 noise跟voice有什麼差別 voice noise sound OK 這都不一樣喔 是聲音的群組 像中國好聲音叫做什麼 voice V-o-i-c-e 為什麼 跟喉嚨有關係 local 好 然後下面 這個第四個嘛 來請一下spec spec spec跟看有關 我們好像之前有提到過 特別的哪一個字 special 對啦 特別的special 所以很簡單 就知道它跟看有關 好 所以剛才那個反義同源 我們來找一下 在這兒嘛 需要多塊看一下 tut tut study teach 原來他們兩個同一個字根啦 後來變成tutor 家庭教師 後來變成tunitian 學費 所以家庭教師是教導的人 學費是來學習負責費用 所以很簡單 好 所以在名字 study teach ok 好 來 第 這個在名字spec ok 下面一個 一請叫spec 好 下載成功了 我們來播看看 這個錄影檔都有一點不大 所以我們來播看看 是這樣嗎 對 可是有問題 可是很妙的是 它的第一個答案是ok的 第二個答案是ok的 這個比較妙 通常用完就聯合這個問題 那結果它是第二個ok 第一個答案可是有問題 好 我下課來試試 好 來 再名字inspire 如果真的就有時候電腦是沒有道理的 這種3C產品數位產品 有時候是沒有道理的 那就是一個字這樣 命 好 那我們不能屈服於命運 你可以知命再造命 就是那一段沒有 那怎麼辦 那就是告訴我們 線上課是不夠的 要來上十頂課 十頂課可以再補一下嗎 好 所以這個是spire spire 來 下面一個pail 這是很有趣的 就是反你的缺點變成優點 解決例子 我們那個講師軍團裡面 有一位陶主任 我忘記有沒有講過了 另外還有一個三峽的補習班的主任 他們兩個都開補習班 但是思維上有滿大的差異 三峽的主任他的補習班很漂亮很大 但聲音不是很好 這當然有很多方面的可以進步的空間 但是有一個思維模式基本上不同 雅虎 這個有聽過嗎 沒有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思維模式上的不同 他的補習班前面有個大叔 他說 煩死了 真想把這棵樹砍掉 因為這棵樹擋到了我的招牌 這是一般人的思維 這棵樹擋到了 但是那棵樹是公有無影論坎 所以他說 煩死了 你看 不招真 招不招決 都是這個樹 這個叫做 遷移效應 就是心裡牽引 就是說 他肢體有一些很多招生行銷 其實都沒有做得很完整 但是他就覺得說都是這棵樹 這樣好 結果有一次我就介紹他 跟另外一位陶祖仁認識 陶祖仁一聽 你學校面前有棵樹 哇 這是多大的寶藏啊 什麼意思呢 他說你應該去跟那個區公所 還去申請說這棵樹你要認養 好 認養之後這棵樹變成什麼 正班之樹 OK 那現在在這個品格教育當中 有很多的這個教育的理論 其中一個教育理論叫探索教育 探索教育 探索教育有很多方式 活動 騎馬射箭等等 像以前我們講那個成年禮 原住民也有 日本人也有這種成年禮 他說你這棵樹可不可以拿來做生命教育 探索教育 樹是環保的東西 對不對 正班之樹 那他還說還可以弄一個儀式 我們這個補習班每次六年級 有畢業生 要畢業的時候 都要上去爬到樹的這個某一個高度 為什麼 因為 代表進階了 代表格局變大了 代表你要進入下一階段了 他說如果你每一年在你的 這個原所門口來辦一個這樣的活動 畢業季的活動 請問會不會有家常看到 會 會不會有學生覺得奇怪 這班在幹什麼 不上課那邊爬樹 有沒有 可不可以辦個爬樹比賽 可以啊 可以 它有以保護樹的原則 但是就是那個樹 它就從擋住你招牌的壞東西 立刻變成了一個招財樹美 那差別在哪裡 各位 思維 思維模式 Thinking Logic 他們兩位都是不習慣老闆 對 那為什麼一位很賺錢 為什麼一位不賺錢 其實差別就在思維 你是把那個東西看成你的缺點 還是看成你的優點 那我在旁邊聽我也覺得 哇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因為我在旁邊我都沒差 聽他們講 哇 果然你看思維非常重要 思維定行為 行為定作為 下面一個請你一張 Daler 所以Yahoo 萬一真的不行就 Let it go 冰雪奇緣說的嘛 Let it go 所以我們下次有機會再來補一下 所以還是會補吧 可能在後面 好 所以挑挑挑 那這個是跟切割跟乙巴有關 第八 所以這個古人真的很有智慧 古人叫順勢怎麼樣 而為 順勢 如果你逆勢就很辛苦 順勢就很輕鬆 來下面 T line 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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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寫一下contain Marktain跟哪有關 以前應該講過那個娛樂叫Enter-Again Enter 進入 TIN叫哪 娛樂要進去遊樂園 才可以取得三次Enter-Again 那這個叫容納包含contain 後來那個貨櫃叫做containner 就是這個字啊 好簡單喔 container container 好 最後幾個 一起詳詳詞 Tag 這個tag其實很有趣 先預習一下 原來他就是觸摸哪一個字? touch touch 所以touch 你把O去掉 他還是念touch 你把O加上 他還是念touch 所以touch 後來變母音代換 Tech 因為CK 放C 甚至後來變成Tag Tag 那Tag後來就會有一個字叫做 contagious 如果你有背過的話 contagious 叫做有傳染性的 傳染性的 通常就是什麼傳染? 接觸傳染 對吧 所以在你字touch 好咧,touch,tack,tack 那為什麼這個 c,ch,c可以代換呢? 各位記得規則型嗎? d,d,d,s,th,ch 然後你做的那個 你不是有做那個手機的那個 它叫什麼 桌面、桌布 平道桌布也對 對啊,對吧 已經傳到南美洲去 南美洲 就是有一個學生他是透過教育部的 教和學生的program 然後他去南美洲教中文 然後他就在那邊也想繼續讀英文 然後他就突然前幾天問我 然後老師你這個上這個 我上你的課 我在世代開過好幾起的那個 博碩士多一專班 就他們學校博碩士畢業都要要求多一分數 碩士好像700分 博士好像800多分 就是有門檻的 所以他們逼不得也都要來上英文課 上完之後這個學員很優秀 後來考到這個 他叫藝人我想起來了 綠豆加藝人 他的名字剛好叫藝人 當然不是那個藝人 他就到南美洲去了 然後問我說老師 你上課講那個隔音法則 我記得不完整 你可不可以展個再跟我講一遍 我說很簡單 然後就把雅霧坐成那兩張傳給他 老師太感謝了什麼這個東西 所以其實我就是他之前 這個很佛心來著幫我們做了一個資料 你看現在傳到南美洲去了 對不對 你有沒有在上面刻雅虎 忘記了 如果在上面刻雅虎製作 或Made in Taiwan by Yahoo 就陽明南美洲了 有一個人在雅虎在台灣弄這個東西 很有趣 你可以改版一下 加上去 或加個什麼ID的人 Line ID 微信ID 散播到哪裡 有時候真的不知道 可是不曉得 因為你傳給南美洲的一個人 你怎麼知道他會傳給誰 對不對 如果他同學或在其他地方 法國那裡 如果他說 我跟你講我必須在這怎樣怎樣怎樣 說有 有個老師 他有學生做一個東西 就又傳過去了 誇張一點講 就傳遍學詩解 對不對 這是很神奇的 現在很神奇的時代 所以正定詩Protect 就這樣我們這次有幾位講師跟鼓蹤 現在正在I am 誌 Yahoo應該是這樣 正在廣州上課 上那個鼓全課 以前他在廣州上鼓全課 我在台北上英文課 我們兩個毫無關心 但現在透過手機 我們可以立刻互傳非常非常多的資訊 去拍照啦什麼什麼什麼的 哇神奇的年代各位 好感恩 來所以暫定詞Protect 好那代表固定騙語 叫Protect from Protect from OK 那除了這個字根之外 其實我們還有那個騙語 來我開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我們還有騙語的部分 騙語的部分 騙語的部分 騙語 騙語的部分其實我一直不斷地在改版 就是每一次上課都偏心 每一次上課都偏心 跟偶爾之編一樣 永遠可以進步多少 百分之一 永遠 永遠 這叫不斷地優化 優化你的人生 來 譬如說我問立華 立華現在不是到祖北 是嗎 祖南 不好意思 祖南 好祖南 那那個工作如何優化 效率啊 或者同事之間啊 或者隨便找一個小事情來優化 或者我想最簡單的 你午餐吃什麼 午餐是員工餐廳 吃員工餐廳 那可不可以優化 連這個都可以優化 可以啊 自己煮 可以自己煮啊 粉跟滴啊 永遠餐廳吃一餐大概多少錢 70塊 70塊其實不貴的 好 那但是你可以優化 你自己是學食品營養的 那是超厲害的 台大食品營養 國師班內 有問題要問他 這個國家級營養諮詢 同學記得了 同學打過五折 對 因為這超專業 超厲害 所以你自己是學食品營養的 你自己都知道吃什麼有營養 吃什麼營養可能不足什麼等等 那你該不會用最低的budget 49塊 為什麼不訂49塊 因為不到50塊 這是悉尼效應 49塊就吃一天足夠的營養 你自己思考一下 這樣不就優化了嗎 你本來吃70塊 不見得吃到足夠的營養 但你稍微想過之後 你會說49塊 說不定就可以吃到我 大部分應該吃到的營養 可能沒有完整 但是大部分 必日所趨 因為你也算上班族 上班族是行政事務比較多 比較少那種勞力活動 勞力活動比較少其他營養需求 我是推論的 我是大外行 我是推論的 就是學營銷的人 他會的厲害的地方就是他可以推論 雖然他是外行 當然可以推論 可以怎樣怎樣怎樣這樣 那需要專業去驗證 是不是可以怎樣這樣這樣 但那個邏輯是通的 聽起來就可以通的 49塊吃到你一天所需營養 針對上班族設計 你自己不是這個群組 分享一下 群到他 那請問午餐優化之後 工作效率可不可以優化 可以 工作內容可不可以優化 你吃一個午餐就要多久 舉例來說 我舉最簡單的 20分鐘吧 20分鐘 好 那以細夾慢驗來說 15到20分鐘應該差不多 差不多 那午休多久 午休就12點到1點半 就這樣一個半小時 那請問你還有一個小時在幹嘛 就因為我們做研究了 就還是在做研究 還是繼續做研究 稍後半就會休息 那我的問題來了 你做研究了還是繼續做研究 這樣的效果會比較好嗎 還是說應該去休息個15分鐘 效果會比較好 應該是要去休息一下 對 好 那你們這個是院嗎 還是所 因為研究單位 所裡面 你現在還在研究單位嗎 貼交位不一樣 因為不同屬性 但是都是國家單位 對 可以互相交流 因為很難講哪一天 誰會需要誰的什麼資源 我剛才收到一個訊息 好 還有一個立華 內容不要講 內容不要講 你就講那個公司名就好了 插插頭顧 那兩個字叫什麼 萬保 萬保 萬保有聽過嗎 萬保 如果沒聽過萬保 你聽過憲哥吧 憲哥 很會講股票那個憲哥 就是萬保頭顧的 剛才這個是萬保頭顧的副董事長 傳了一個訊息給我 他說來 恭喜 有空來萬保頭顧之道一下 誰誰誰和誰誰誰 可以互相資源整合一下 對不對 就這樣 很難講 很難講 但是我去年莫名其妙認識的一位大哥 我講莫名其妙就是 我們莫名其妙對朋友找去聽 那個莫名其妙的一個什麼產品說明會 然後我就莫名其妙的講說 因為它有網站 我覺得那個商業模式很有趣 所以就花了一千多百把 莫名其妙叫那個網路的經營的概念 那其實我都沒有在經營 我就是覺得很有趣 我覺得因為當老師嘛 當講師 當顧問 我們要去了解別人的商業模式 所以我花了一千塊是把他整個package 他這個說明手冊的設計 他這個DMD的好漂亮 他還有光碟 光碟沒有什麼影片 我在看他是整個package 所以我部門沒有在經營這個東西 結果就認識了這個萬保頭顧的副董事長 還是不曉得 就這樣認識 剛好今年可能會有機會的說 所以立馬很難說 很難說 優化一下 好 所以講回來 字根的部分 這個可以延伸到pin pin 好 所以像剛才那個字根 我們再看一次 protect tech叫做觸摸 protect 在前面保護 所以各位小時候有沒有玩過的遊戲 叫什麼抓小雞 老鷹抓小雞 像是同樣說母雞抓小雞 對不對 好 那老鷹在幹嘛 但是protect 廢了之後不夠 你還要再知道它後面可以搭配什麼 from 所以片語出現 意思也叫protect from protect from 叫女魚傷害 所以我們就有另外整理一個叫401片語 401片語是從考古題整理出來的 這也是我在公家機關上課 他們設備很不錯 就是我們納稅人都有贊助 公家機關 然後這個一人一台電腦 然後他問我說 老師 考前一個月 你可不可以給我們建議讀什麼樣的東西 對考試最有幫助 最有效益 我說很簡單 我們就花個30分鐘從考古題裡面去篩選出片語 那這些片語都是實際在考題出現過的 所以我們大概花了不到半小時 因為他們40個人 每個人負責幾頁 最後就篩選出每個人一個Excel檔案 然後我說請把Excel檔案傳給班長 然後班長把所有人的Excel檔案串在一起 然後Excel不是有一個排序的功能嗎? 對不對 就做本序、本序、本序、本序 然後那一次我記得收集了570幾個片 570幾個 各位 如果你一個人要去弄這幾份考古題 然後收集570個片 你要花多久? 天荒地老的感覺 其實不用那麼久 但是你會覺得很煩 為什麼?因為好像很久 你算一下 30分鐘剩你40個人 這樣多了 20個小時 一個人弄其實20小時也可以弄完 但是你弄那20個小時好像一輩子的感覺 這是心理時間 結果40個人不到30分鐘全部弄完了 這是一個借例 借40個人的意義 結果整理出來570個片語 後來我說班長請記給我 老師找時間來幫各位去掉很冷門的 然後重複地刪除 最後篩選過後401個片語 總共401片語 401片語現在就變這樣了 其實它本來只有片語 經過每年不斷的優化 不斷的增加 它變成有什麼?有VG還有補充 好 所以最近我已經在京英這邊 其實我們又講到後面 後面 好 很多的片語 很多的片語 然後其實又反過來 各位 我現在是講字根 然後字根就延伸到什麼? 片語 那請問我講片語的時候 可不可以回去講字根? 可以 兩個就又開始融會管頭 其實都有關係的 只要它跟英文有關就可以講 不管講字根 不管講片語 當你把這兩個根柱子 它是有點像柱子的東西 就是蓋房子要柱子 我把單字的柱子 片語的柱子 把好了 接下來還有文法的柱子 這三根柱子一旦文了 我要往上面再加樓層 就很簡單 因為地基文嘛 好 所以單字的 片語的 文法的 好 三合一 好 所以回來 所以這個401我跟各位提的用意是 如果你252字跟消化的差不多了 前提是你要消化的差不多了 我再提供401給你 這樣才有加分的作用 如果你之前都還沒消化 我再給你 我猜你也不會看 所以那就浪費了 那只是多一個檔案站的硬碟空間 意義不大 對不對 只是心裡感覺 哇 太棒了 Heroz 吃這個東西 哇 wonderful amazing fantastic 不可能會到900 可能而已 所以沒有執行 各位 要執行 執行出來 好 所以回來 剛才那個夢想是很好 但接下來要實踐 step by step 好 所以6月6號要去新竹演講 step by step 好 上次有講了 就一個主課的工程師 然後就一步一步他就去安排了 他說老師 他現在出差 他現在關起來出差 他說6月初回來 他說排6月6號 他說老師 我可不可以演講完跟你睡個飯 想順便那天請教一些問題 我說演講完快中午了 我下午又南洋街有課 所以那天我要從新竹趕回台北 南洋街下午接一點的課 我說這樣恐怕有困難 不過這樣好了 我搭第一班高鐵去跟你吃早餐怎麼樣 因為他有需求 我想辦法去幫助他 這就是那個感恩之心付出之路 我們就想辦法幫助他 我說好 那我去跟你吃早餐怎麼樣 他說沒有問題 老師感謝你 提前過來幫我吃早餐 那這樣我去高鐵站接你 計程車又省了 然後你的出發點是 我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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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而然人家就覺得說老師我來接你 所以他一早要接我 然後我們要去吃早餐 吃完早餐就有點演講 演講到11點 然後他再送我去高鐵站 然後就回台北上課了 所以那天要一大早 一大早 好 那因為我在台北上課 所以我要從台北到高鐵 那我住樹林 各位 我住樹林 我要從台北到高鐵是什麼意思 5點到5點半 左右 我要從我家出發處理 然後開車到台北 對吧 我已經把那個路線想完了 開車到台北 台北然後停好車 然後再去高鐵 高鐵去新竹 新竹吃早餐 吃早餐演講完高鐵 然後回台北上課 然後晚上十大 對 要回來嘛 那天的行程已經全部訂好了 上次有學員一聽 老師很累 請問累不累啊 多麼 老師 心靈筋書比較好 廢話當然累 廢話當然累 我所謂是騙人的 每天每天都當鐵人 一定累嘛 像Janny也是 然後那個店的這個輔導嘛 對不對 他們分店 他們聯手分店 也是要這樣子走 對不對 對不對 廢話當然會累啊 但是你會覺得很開心 如果你在做你喜歡多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一些很棒的東西的話 很開心 200人耶 師生 好 所以到時候我看看能不能錄影給各位看 我至少會不會這樣吧 那已經有一位那個自願駐將 Vanessa Vanessa他們沒聽到剛才去新主 老師 我自願去當駐將 我去看一下 200人的廠是怎麼樣 200人的廠還好 在台灣 200人算OK了 在大陸上次有聽人家講說 我問這個某某老師你可不可以來這邊 我們做個私訊這樣 我們就問說多少人嗎 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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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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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賞的時候 在三千人而已 好 等等 這個 我們要跨出台灣一下 三千人叫小賞 好 下一個在領域是Protect 好 所以電影在領域是Protect from OK TELA TELA 遠還是近 遠的 一起印象TELESCOPE 好 TELE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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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遠鏡 是看 看得很遠 叫望遠鏡 我們有講過那個45個字母的單字啊 有嗎 這一節課好像沒有對不對 你們在師大上就應該有吧 還會背嗎 Janny有背過嗎 沒有 Brian有背過嗎 Brian你有背過嗎 是說個字母的單字 人的保護自己的本能就是先說沒背過 應該有吧 應該有 好 那我們來操一下好了 這一個字喔 全方有背過嗎 全方有背過 可以正背嗎 已經忘了 所以要複習 如果已經忘了就等於沒背過 趕快再操一遍 那請問這樣好不好背 這樣保證不好背 那怎樣會好背一點 切斷喔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來第一段寫一下Numeral 第二段Ultra 第三段Micro 第四段Scopic OK 繼續切 下面一段一間Sinical 再來Vocano 最後Coneosis Coneosis 所以是CPU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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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Numeral Ultra Ultra Micro Scopic Scopic Silical Occano Coneosis Coneosis OK 所以七段有沒有稍微容易一些 有嘛 比剛才那個四十五個字母的整個單字 容易非常非常多 用心把它切開變成七段的字根 七段字根之後 如果你覺得發音還不是很稍微怎麼辦 音節 音節的切殼 所以第一段這裡是Numeral Numeral 第二段是Ultra 是大語尾 Ultra 下面Micro 下面Scopic 下面Cilical 以及像Cinical 下面Vocano 還是Vocano 最後 Coneosis 還是怎樣Coneosis Coneosis 趕快拍一下吧 所以當我們把它切成字根 又切開音節之後 變得怎樣 又更簡單了 就單純從發音上 從字根上 從音節上來 除了這樣之外 我們可不可以來 字根的意義聯想一下 像第一個 Numeral Numeral 叫做與肺有關 與肺部有關 Ultra 叫做特 或者超 怎麼樣 Micro 叫做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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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 好 所以它的七個字根的意義都出來了 叫做與肺有關 特為世系伙三病 所以全班有沒有背過 是Neta老師叫你背的 但是不複習會怎樣 會讓他們忘掉 等於沒背過 我有一個學生 這個媽媽上班族 他們公司賣食品營養產品的 然後他就因為這個單字 變成了他們全班公司的 英文單字女王 因為他在午休的時候 那時候剛背完這個字 午休可能閒著無聊 可能也有一點他想show off 各位知道嗎 show off 配語炫耀 對不對 他就看起來是在他位置上背 可是大家會經過對不對 大家有人就問這什麼東西 怎麼叫好奇心 人性的原始動力之一叫好奇心 所以大家就過來 這個某某人在背著什麼東西 這個很簡單 這就是我去上英文課老師教一個45個字母單字 人家一聽 哇45個字母單字你說很簡單 人性有一種不相信的本能 說怎麼可能 所以他就把我上課講的那一套怎樣 就模仿一遍 這個字小出來然後切七段 然後音節切開 然後中文講出來 他說你看是不是很簡單 沒有maceneholder 一背完之他變成辦公室的單字牛 大家說這就 있는英文超棒的 就是這樣 很有趣的是 當你自己覺得你英文不錯 別人也覺得你英文不錯之後 你的英文就真的變得越來越不錯 這很有趣 在教育學什麼月暈效應 什麼碧碼容效應 其實就是跟你的自我意念有關 就是我認為我是怎樣怎樣 最後真的變怎樣怎樣 那各位要小心 如果你認為你的負面的是怎樣 那 why 那就怎樣 就糟糕了 你那個負面就很容易成真 所以要盡量正面 再一次 Neural, Ultra, Micro, Silicone, Silicone, Co-Canal, Co-N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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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eal 好 所以今天各位可以背一背 請說 為什麼那個P不發音 P不發音因為來自於希臘文字 很好的問題 他有問題表示他在思考 Neumumum 他沒有念 是Neumumum 很好的問題 立刻舉例 你看他問了一個問題 又幫了大家 為什麼 因為如果不問我就沒想到 沒想到就沒講 他問了之後就幫了大家 譬如說舉例一般 心理學有一個字叫什麼 psychology 對吧 來自於一張psychology 請問你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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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有聽過 psychology psychology聽起來怪怪的 所以psychology 那為什麼 希臘文字可以 那其實呢 如果你把這個字的字尾去掉 推薦海詞給你的好處就是這樣 你看他可以把字尾去掉找到一個字 這個字叫啥呢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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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希臘文它的發音是psych psych psych 所以它叫普賽克嘛 對不對 我們待會兒下課可以找到 看看希臘文發音字典 好 如果有人就可以證實 是不是這個字真的是這樣念 psych OK 那它叫普賽克 因為是希臘小話故事 來到英文之後 通常P開頭這個發音全部砍掉 不唸 所以心理學 這一次psychology 就這樣來 那這位女神叫做心靈女神 她的老公她本身不是很有名 但她的老公很有名 就是哪要建設人家那一位什麼神 愛神 丘比特 好 這有典故的 典故就是丘比特的媽媽 因為她是剛出來的新生代美女 在神仙界 然後丘比特的媽媽是資生美女 那長江後浪怎樣 退錢啊 就被淘汰掉了 但媽媽很不開心 別讓媽媽不開心 丘比特的媽媽就派了她 她說你去陷害普賽克 當普賽克看到全世界最醜的男人的時候 剛好你看神話故事就很有趣 他剛好就會看到最醜的男人 是誰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看到了 然後說來 你去害他 當他看到全世界最醜的男人的時候 你要害他愛上那個最醜的男人 就是雖然他最美 但沒關係 就害他愛上最醜的男人 結果因為他真的太美了 每當丘比特準備要射出那隻劍的時候 不小心割到了自己的手 就是愛神的劍割到了愛神的手 當時他正看著誰 心靈精神女神 所以最後邱比特就愛上了普賽克 好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怎樣 害人之心 你看 各位有嗎 所以你想害他 最後沒害神 還陪了一個兒子 兒子又被拐手了 也不是拐手 就是兒子自己被劍割到 然後剛好看到普賽克 所以最後他就愛上普賽克 所以最後他們兩變一對這樣子 所以這有典故的 三名字Psyc OK 好 所以記得 希臘文字跟著P來到了英文之後 常常就是不滿意的 好 所以這樣名字Numerum Numerum Ultra Micro Micro Sco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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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cano Vocano Columniosis Columniosis 好 有問題嗎 那如果是中文的話 我們就挑三個字 叫肺 細 病 好 因為如果中文叫 與肺有關特為氏系火山病 會不會稍微累了一點 對啊 醫生 請問我有沒有與肺有關特為氏系火山病 先生你放心 經過我們詳細的檢查 你並沒有與肺有關特為氏系火山病 醫生你確定我真的沒有與肺有關特為氏系火山病嗎 這樣很複雜嗎 所以我們就簡稱肺細病 之前也不是日本的電影叫 扶桑花女孩 聽過嗎 他是演一個日本鄉下地方 因為都是礦坑 所以他們沒有什麼觀光資源 最後怎麼辦 就找了一個舞蹈老師來教他們這個 鎮裡面的小女孩們 跳那個夏威夷真實的故事 那些爸爸哥哥弟弟們只好去挖礦 挖礦的結果就是會得到肺氣病 這是不治之症 因為這是粉層積在肺部 職業病 OK 好 兩個問題 我來找找看好了 我們每天要優化一下嘛 我看有沒有找到希臘語發音 你看真的有人問過這個問題耶 你看 Google 真是太神奇了 精神 我不知道聽通了 How do you pronounce 你看有人問這個問題喔 pronounce names.com 哇 好酷喔 有一個網站叫做 姓名的發音.com網站 Psihi Psihi 聽不懂 希臘文發音叫什麼 Psihi Psi 所以是有發音的喔 所以那個普賽克 它根本就不是克耶 它是hi的音樂 超酷的 所以希臘文P有發音 好 因為這是希臘文發音 Psihi Psi Psi Do we have the correct pronunciation of your name? P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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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被關成普賽克 所以希臘文是有發音的 P有發音 經過正史 好 最後兩個 好的 那剛才我講這個的原因是因為有個Telescope 跟看有關 所以scope scope 來 最後兩個講完休息十分鐘 一起演唱Temple 請問 請注意這個Temple跟廟 哪一個字 Temple T-E-N-P-L-E 是不一樣的 OK 大家會再補充 這個字 這是手頭往上 來清一下Temple 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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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頭往上 跟剛才那個Temple 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好 下面最後一句是 End Extend OK 休息十分鐘